动作超俐落 我丢你抓 原本只是鱼饭懒得平凡走的偷懒动作 意外成为西雅图派克市场的招牌 看似简单的丢鱼秀 让市场入口充满很鲜的味道 接着再往里头探险 50年的魔术店 简单的故事书 清吹一口气 哇 涂勒 还有老板的皮夹 话的一声着火了 这里是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工作市场 超过500家摊商 不但没有成就脏乱 还兼具传统跟创新 更是台湾人来到这边的口袋名单 哎呀 我远远就已经闻到 满满的口香糖味 荣登世界罪恶冠军 真的没有之一 派克市场的口香糖墙 一切的恶心 源于1993年 2015年市政府一度狠心 全去除 但才没有累 每多久只有年满满 还有还有星巴赫创始店 一定也要打卡一下 1971年开店 这边保留最原始的电灰 16世纪 挪威伴娥罗女水腰改编的商标 来到这其实有点熟悉 因为旁边的可能也是台湾来的 我们可是西雅图观光的前十大好咖 国王派克市场一定少不了 要来搭这个阿格西游船 而且还有个绝佳角度 可以一睹太空真塔的風采 身為西雅圖的驕傲 沒來過太空真塔 別說過你來過西雅圖 先搭阿克西遊船 把埃利奧特灣 繞一圈大約一小時 整個城市的景觀 盡收眼底 港務局有統計說 他現在整個的港務局的 我們一個國際觀光客當中 真正是台灣過來的話 大概不到3% 其中西雅圖旅遊局跟統計 疫情前23,200人次到訪 去年恢復到15,400人次 下半年 四家航空公司的直飛加持之下 也帶動台灣觀光客 到訪的觀光商機 以上是TVBS新聞 劉悅俊凜立在美國西雅圖的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